好了,不错了 回到Gloria 刚刚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划一下 等一下再看这边 好了,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 像这种歌,有时候我鼓励同学 动动嘴,像可能Gloria 可能都不开口 那也没办法,有时候有些人都不开口 那没有不开口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讲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心里面 你应该随便可以发出一点声音来 这样子 你像华尔滋不要走walking 就是华尔滋就蹦 这样练认真二的 然后我顺便讲解一下 它是和弦进行 这个dol major seven dol seven 进到发 所以说这首歌很不错 有几个和弦公式要背起来 一个dol 第一个公式dol major seven dol seven 进到发一个公式 那再do la re so do la re so 要背起来这几个公式 所以像花枝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三种 那边 那边 再来一遍 冲动 冲动 所以华尔兹有的时候 其实华尔兹也不是很好弹就对 就是左手 像这个Dole Major 7 这个时候 有些同学问我说 老师这个怎么跑的 你碰到这种的时候 当你好像很麻烦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什么新的和弦 你不会弹的时候 你就停在这边没关系 Major 7 你不一定每次一定要这样移动 Dole就停在这边 C Major 7 压一下也可以 Dole Major 7 这样 停在这边 对 有空弦的时候 比如像这发的时候就可以弹 你如果这边弹不了 停在这边 那这个 你又是看到我弹着这种三拍 四拍子常混在一起用 但是你拍子要打得准 变成 听起来变失败 所以这个 像这种突然用上去 这个Solok 所以这种你要常常 一开始不要用 马上就用上去 先用那个简单的拍子 对不对 开始 就是把拍子大概123123的用好以后 你然后熟了以后就才能够进来 你因为很多人都看我弹这个很喜欢用这样的回 可是你到时候会乱掉 还有三拍的时候 有时候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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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是教你们这个 Dong 对不对 三拍的时候 这个是Dong Dong Dong 那是一种 Dong 当时也是比较难的就对 那你 开始追着Dong Dong Dong 然后再来是你看啊 中文画子里面常常用的Dong 最常用的是最基本的Dong 这是一般人我们开始念Strade 一定把Dong 123 然后再来就是Dong 这是最好听的 但是也最难弹的 因为除非你这个弹得很熟练 然后第三种 然后第三种呢 这种是总共三种最常用的 好像比较少用Dong Miso这样子 这种 这种是Walk里面的 Walk用在花枝里面 比较大部分用在四拍里面 这样子 好啦 这个所以说 尤其是左手打牌子的时候 这种东西啊 这个 相当困难就对 所以你一定要练一种 你通常就是练Bong 这种 这种 那你有空就练 不是我上次讲过 这个 这种要有恒心的去练它 认真 要不断的练 我记得这个练的 最琴的就是那个挺挺 挺挺这方面练得很好 它把它还归类起来 一种是这种 对不对 另外一种 这样子 它是 所以说这个弹琴就这样 慢慢练了 呃 刚刚讲到哪里 Gloria 对 对 那这首歌的话 就是和弦要背起来 因为这个一方面是给 Doris Doris 她弹这首歌的 不 她这个写谱啊 顺便告诉她一下 就是这个谱 你可以把那个Gloria 写的谱 拿下来 拿下来对照一下 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你看 Do major seven Do seven far 对 她以前写的时候是 她是开始自己写嘛 对 自己乱写一通 然后上来 我跟她讲 再讲一些以后 然后在她还会写成那个 比如她谱也照谱操啊 或什么东西 都写了 她写了很多很清劳 然后慢慢写慢慢写 越写越写 就慢慢有心得就对了 所以写谱很重要啊 你看她现在这样写完之后 她慢慢的她知道 甚至于转的调 她也会她也会转过来的 就是说台F调也是转过来的 你要自己去写了 所以说这里面写谱写的勤劳 还有教授也是 也是等一下我再介绍一下 你看这首歌对没有 所以她现在曲式也写得蛮好的 A A' 你看这 你要背一下 一个Dole Major 7 Dole 7 然后进到发 Dole La Reso A'的时候 Dole Major 7 Dole 7 进到发的Dole So Dole 还不错哦 她也懂得这个 这边加个 进到这边 副歌的时候 Dole Mi7 发手 Dole La Reso Dole Major 7 Dole 7 Fa Dole So Dole 你可以 我现在把它拉过来 你可以 当作参考 这样子 你也回去试图写一下 这样子 然后记住这个软体是 扫描全能王 那些 对呀 她绝对 我讲她弹琴的时间 绝对没你长 她这方面 就是因为写谱 然后又自己 自己那个 开始是随便乱写 就凭她的感觉 比如开始她写的时候 前面说 咪收收 她搞不好就用咪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看到咪的 比如拉的就用写个拉这样子 后来慢慢慢慢就慢慢 就跟她讲以后 你知道吗 然后再对照这个 这个谱里面 或者看看别人的写的谱 或者跟她讲了 这样就很棒 对 所以谱一定要写 一定要自己尝试 写错了都没关系 哦 你说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莉莉是吧 莉莉说 你自己还会写 这首歌 下面这首歌 你自己写得很好 我觉得写得不错 就是 和弦 和弦 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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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声 好啦不错啦 我觉得 那个 他最后那个 A'的时候 A'的时候 下面 下面 四小节 最好多的话 下面再画一道 画一小节 这样子 四小节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我看看 Grovia Grovia 大家都介绍完了 再看看她 那个 她也是 对进步很快 就是专业 好 好 这个 对 对 她现在也是 也是擦音的时候 她以前也是 开始什么都要擦 就擦了怪怪的 对不对 现在都还擦得不错 就最起码拍子 也对得上去 但是这种 有时候我希望你们也是用嘴巴 就是用嘴巴 嘴巴代替旋律 像你如果都不开口人 又弹旋律 所以又想擦音 到时候 现在目前是对 可是以后你就是 你将来你帮人家伴奏 比如说你帮人家伴奏 你要想办法 帮人家 就心中帮人家伴奏 那你伴奏 你如果从来不开口人 你伴奏的时候 人家一唱歌的 你也在那边 哪些都 你完全就这样在弹 是不对的 懂吧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们 一定要这个嘴巴去哼 你一般的话就是 我们大部分弹琴都是 那个 你也没 一开始可能 连机会伴奏的 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你就是 你一定是这样弹 实际上人家在唱 你就不需要 就是空档的 这时候才插上去 好吧 这个我是鼓励 鼓励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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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去动一动 想办法把它 你越不唱的时候 你越那个 越不敢开口 唱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 就要把音给哼出来就好 好啦你看看教授 教授就拿好了